哈喽 欢迎回到区块链日报 交给大家的话题是 山寨币何时开始涨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帮我点个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交给大家的主题是这个 关于山寨币的暴涨 就是可维系的暴涨 到底要什么时候才会开始呢 因为我相信很多 在加密货币当中的投资者 都在等待的 都是山寨币暴涨的那一刻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现在对于大部分的人而言 要在比特币上赚到 真正扭转人生的财富 是已经非常困难了 因为比特币现在毕竟 已经6万多块一颗了 那这个循环就算牛市高点 我们涨到20万 24万好了 其实也就是翻3倍或4倍 那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这个翻3倍到4倍 可能是没有办法扭转自己的人生 或者是改变现在的生活环境 但是在山寨币上就不一样 因为在每一个循环当中 山寨币上都会出现很多 翻20倍 30倍 甚至更多的机会 所以很多人就在等待的 这个山寨币可为谢暴涨 什么时候才开始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 那进入今天节目主题之前 我们也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山寨币的暴涨 跟比特币的市占率 是有这个绝对的关系的 就今天如果在一个 比特币市占率上攻的这样一个环境 山寨币就很难迎来 这个可为谢的暴涨 那我们一开始 先来看一下Bitcoin Dominance 比特币的市占率吧 那比特币的市占率 在上一周收周线的时候 才收了一个 这个循环以来最高的位置 就是收在这个56.8左右的位置 那比特币的市占率 在最近两年 从39% 拉到56.8% 其实就是一个 一路上涨的趋势 那直到这个趋势被破坏掉 开始下跌之后 才有可能迎来 颇这个可为谢山寨币暴涨 那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比特币的市占率 依然是要持续往上攻 那在最近的一年里面 我常常跟大家说 这个比特币的市占率 我认为最低 也会达到58%的位置 58到60%的区间 我认为是几率挺高的 那至于最后比特币市占率 会不会到58到60% 就拐头向下 这是一个比较值得 大家关注的事情 但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从这一轮 比特币市占率39% 到现在 其实是已经爆拉 将近40几个% 那如果 再从现在这个位置 涨到58% 其实也就涨额外4%左右 就差2% 那2%比特币市占率的涨幅 其实任何一天内 就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那这个是比特币的市占率 让我们看一下 以太币对比特币的估值 以太币对比特币的估值 在这个前几个礼拜 这个以太币现货ETF 这个被通过的消息 这个出现之后 当时是有一波瞬间的拉升 就在短短的一天里面 就拉升了大概25% 那这个是以太币对比特币的估值 因为当时以太币现货ETF 被通过是跌破很多人的眼镜 就没有人意料到这件事情 那因此导致这个短期一两天 以太币对比特币估值的大爆升 如果从当天开始算到现在 以太币对比特币估值 已经跌去12% 如果从高点到低点算的话 以太币对比特币估值 已经损失了17% 你也可以说现在这个位置 跟当时以太币现货ETF 通过的时候的这个位置 这个估值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那如果我们这个Zone Out 就是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其实很明显的 这个以太币对比特币 依然是处在一个下行趋势当中 那如果我们把它Zone In 就是只看这两个月的话 你或许觉得这个以太币对比特币 是有一个区域性拐头向上迹象 但是你Zone Out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下行趋势 那这个下行趋势 我们上一次测试0.045 这个支撑位的时候 是得到一个反弹 那这一次再下去 0.045这个地方 有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支撑 就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不行的话 就会跌到以下这个蓝色区间 就是我认为这个一循环 以太币对比特币的估值 最终可能达到了这个低点 就是落在这个0.03到0.04之间 那如果以太币对比特币估值 真的跌到这个蓝色区间的话 我相信比特币的实战率 在那时候应该是达到58到60% 那接下来再看一下爱达币吧 爱达币对比特币的估值 如果以短情来看 它还是有一波小小的反弹 但这一波反弹 你把它Zone Out的话 其实也就是这个冰山一脚 那爱达币对比特币的估值 也很明显在这个下行趋势当中 那现在是在0.008这边 跟0.004这两个支撑位 来回震荡 那我相信最后 这个爱达币对比特币估值 触底的地方 很有可能也是0.0004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同时也是上一个循环 低一点最低的位置 那至于到底跌不跌到这里 这个就没有人知道 有可能在这里反弹 也有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 0.005的地方反弹 但是基本上概念就是 这个山寨币对比特币的趋势 还是一个下行的趋势 OK那我们回到比特币实战略图 我们用这个年限来看 那为什么要用年限来看呢 因为年限可以带给我们一些 非常非常重要的资讯 在这边可以看到 自从2017年以来 这个比特币的市战率 都是一年跌 然后三年涨 这边可以看到 一年跌了很多 然后接下来的三年是往上涨的 然后下一次发生是2021年 这个比特币市战率暴跌 然后接下来的三年 22 23 24 比特币的市战率都是往上涨的 所以变相来说 下一次比特币市战率暴跌的时候 应该是会发生在2025年 所以简单来说 这个山寨币的暴涨 跟这个山寨币的季节 都是发生在比特币减半年的隔年 那今年比特币减半 所以真正的山寨币季节 应该是要明年才会到来 但是我们离明年 其实也就短短剩5个月的时间 所以真的离我们不是很远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布局任何山寨币 然后这个山寨币的仓位是空空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你在明年 非常非常有可能错失掉 下一轮山寨币的暴涨 那关于比特币的市战率 虽然说这个最近两年 我开频道以来 我一直是提醒大家 这个比特币市战率是会往上攻的 但这个依然是一个短期的趋势 就是两年依然算是一个短期的趋势 那如果今天我们要以一个长期的趋势来看的话 就假如说要以这个5年或者10年 甚至更久的趋势来看的话 这个比特币的市战率绝对是Trading Down的 那其实在这个年限也可以看到 比特币的市战率 一个循环比一个循环要来得低 所以关于比特币的市战率 我认为它是Trading Down的 就是一个下行的趋势 但这个下行趋势毕竟是以年限来看 所以非常非常有可能的走势 是在这边明年迎来一个比特币市战率的暴跌 然后可能跌到这个低点是32% 33%这边 然后接下来三年再迎来这个比特币市战率的暴涨 然后到第四年下一个循环的时候 这个比特币市战率的高点 跟现在的高点56%应该是更低一些 可能会变到40几 可能会变到50左右 然后继续往下探 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山寨币的utility 就是山寨币在现实当中生活能取代的东西 是比比特币要多的 所以比特币的市战率以长期趋势来看 它的确是会慢慢往下的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短期1到3年 比特币市战率上攻的这个趋势 所以任何时候就是不要逆势而为 在一个比特币市战率上攻的阶段 就是这个主力仓位持有比特币会比较好 那在比特币暴跌 山寨币暴涨的这一年 就是持有多一点山寨币 这个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投资报酬率 那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这个关于山寨币的季节 何时会开始暴涨的影片 那我个人暧昧的揣测 我是认为今年的第四季度 就会开始这个迹象了 那现在比特币的市战率或许在56% 看起来还是这个上攻的趋势 但很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后半年 涨到58到60% 然后就回调 然后最后收在这个53到55%附近 那明年2025年 就是山寨币季节真正开始暴涨的那一年 然后在明年我也相信 比特币的市战率应该会回落到一个更低的位置 可能是40%以下 那至于到底最后会不会照着我猜的这个方向走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关注下去的一个议题 OK 那我们开始看新闻 第一个新闻要跟大家聊的是 今天稍晚的时候 就离现在可能两个小时 就要展开这个FOMC meeting了 那这一次的美联储会议 这个基本上不降息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高达了96.9% 那这个降息的几率只有3.1% 但这一次美联储的会议我认为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市场已经pricing不会降息了嘛 但是我希望大家关注的事情就是关于下一次 下一次这个降息的几率已经达到了100% 那有87.7%是会降息25个基点 12%会降息50个基点 那变相也说 对于下一次FOMC会议是没有任何的容错率 所以在今天的FOMC会议 那个鲍威尔的谈话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今天他的谈话内容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鹰派 然后对于下一次的降息 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的话 我相信市场是会迎来一波回调的 因为现在市场已经pricing了9月100%降息 如果鲍威尔说了什么话 让大家觉得说9月不会降息 或者是降息几率降低的话 那市场应该就会迎来一波回调 那另外我也跟大家聊到过几次 在11月FOMC会议 目前预估是会降息50个基点 在今年年底最后一次是会降息75个基点 所以基本上也可以说到今年年底 市场已经pricing了3次的降息 那关于这样子很aggressive很激进的一个预估 我认为其实对于市场来说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预估就是不给市场任何的容错率 如果今天鲍威尔的谈话内容有稍微比较鹰派的话 我相信市场都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回调 所以待会的FOMC会议 鲍威尔说了什么话 他的谈话态度就会变得额外重要 下个圈要跟大家聊的是 在周末比特币Nashville大会上面 当时参议员Lumens发布了一个 美国政府持续购买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资的政策 那关于这个政策今天就出现一些炒稿 那这炒稿内容是什么 主要就会分为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美国将会在接下来的5年里面 每一年平均购买20万颗比特币 直到达到目标的位置就是100万颗的比特币 那这个比特币的目的是要hold of for 20 years 就是要持有它超过20年 那只有一种情况是会把这些比特币变卖掉 就是用来支付美国的国债 然后在这20年的时间 这个每两年能卖出最大量的比特币 就是10%的资产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Senator Lummis就表示说 这样子就很有机会可以把美国的国债 这个逐渐的降低 然后第二点就是重新评估 这个美国政府持有的黄金价值 那这件事情要怎么说呢 因为美国目前的这个黄金持长 就是黄金的这个仓位 等值大概在11个billion左右 但这个11个billion是以这个 官方的黄金价钱去定义的 那这个一个ounce是42.22块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黄金的定义 是超过了50几倍 因为黄金现在一个ounce是2000多块 那如果今天重新评估这个美国持有的黄金的话 那变下来说这个11个billion必须乘以50倍 那如果乘以50倍的话 大概就等于可能600到700个billion吧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这个美国持有黄金的价值就会大增 那他提到这一点 是不是想要变卖部分的黄金 去购买更多的比特币呢 那关于这些东西 我相信接下来都有更多细节会流出来 但是还是让人感到这个不是很现实吧 因为现在一个美国参与员 都在Drive这样的一个法案 就是要美国政府使用DCA的方式囤比特币 干一些我们加密货币投资者 在这个市场已经干了好几年的事情 真的让人听起来这个有点不现实 然后另一边 这个美国总统参选的川普 也是非常非常支持加密货币的 那这件事情在几年前 基本上是完全无法想象 那我不知道对于这件事情大家怎么看 这个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想法 下一期要给大家聊的是 NVIDIA 灰达 英伟达 这支股票 NVIDIA是今年表现最好的股票之一 但是同时它的波动也是在增加 那在今天的一个报道当中就可以看到 这个NVIDIA的股票 它的波动已经超过了比特币跟以太币 它这个波动已经从每年的48%增加到71% 就一年它的波动可以是71% 那同时这个比特币的波动 则是从68%降到49% 那以太币的波动从70%降到55% 所以现在你也可以说这个NVIDIA波动是71% 比特币是49% 然后以太币是55% 所以等于是在说这个NVIDIA股票的波动 是比比特币还要以太币还要剧烈 那很多这个传统的股票投资者 都认为说这个加密货币的市场很可怕 这个波动这个没办法承担 但现在这个NVIDIA今年最火的一支股票 它今年的波动 已经正式超过比特币跟以太币 那常常我就觉得很好笑 因为很多传统的投资者都说这个 加密货币市场多波动 但事实就是很多银行股票 尤其是一些破产的银行股票 一天也都会跌98% 99% 关于这件事情 我在过去的影片当中 又跟大家聊过很多次 就是其实很多的垃圾股票 它的波动是比比特币 还有甚至Shakecoin垃圾币还要大 但是对于一些 这个比较封闭思想的人而言 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新的事物 那聊到NVIDIA 我们就来看一下NVIDIA股票 NVIDIA股票在上个月的时候 达到141块一股 那从高点到低点 在短短的40天里面 就跌去了27.26% 那这个波动其实是蛮大的 因为NVIDIA是全世界市值最大的一家公司之一 那这样子规模的一个公司 可以在40天里面跌去27%的价值 真的其实是蛮吓人的 因为它现在的市值是处于大概3个Tillion左右 所以你也可以说它40天里面 跌去了将近800个Billion的市值 所以真的挺吓人的 然后在今天NVIDIA 又因为AMD的财报很好的关系 迎来一波反弹 直接涨了11.85% 所以我要在这边再次提醒大家 就是在投资市场里面 有波动是好事不是坏事 因为有波动才有赚钱的机会 那今天为什么大部分的投资者 在市场当中这么怕波动呢 就是因为他们对于波动的 风险控管能力有问题 或者是没有意料到这样的一个波动 但事实就是在投资市场里面 这个有波动的资产 才是有可能赚钱的资产 下一个需要跟大家聊的是 以太币的现货ETF 关于以太币现货ETF的需求 其实没有比想象中的要来得多 那在7月30号就是昨天的时候 这个Bitwise的流入量 是已经超出了贝莱德以太币现货ETF的流入量 那在以太币现货ETF开始交易的前7个交易日 这个贝莱德的以太币现货ETF 一向是流入量最高的 但是在昨天这个Bitwise的流入量 是超过了贝莱德 那在下一个新闻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以太币现货ETF 昨天是终止一个4天连续流出的一个记录 在昨天终于是迎来一个33M的流入 那这个流入是在连续4天 这个以太币有资金流出的情况下 终于终止了这次连续4天有资金流出 那在下面这张图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以太币现货ETF开始到现在 其实它的总流出量是高达405M 就是4.05亿美金 所以这也导致以太币的价钱 自从以太币现货ETF开始交易到现在 是有回落了一些 那现在所有这些以太币现货ETF的 这个券商持有的以太币 等值大概是落在9.17个Billion左右 占所有以太币流通性的大概2.32%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以太币现货ETF的需求 真的是非常非常低 那这件事情跟价钱 我相信是脱不了干系 如果今天以太币的价钱 是在4千多块5千块的话 我相信这个流入量 就会看起来非常非常漂亮 那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说这个以太币的现货ETF 这个没有需求 跟当时比特币的现货ETF 完全不一样 那关于这件事情 我认为还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去观察它 因为我相信这个 当山寨币迎来暴涨的时候 以太币现货ETF的流入量 就会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短期发的消息 让你觉得说以太币的现货ETF 对以太币的市场 没有造成任何效果 我更把这件事情 看起来像一个机会吧 就是在接下来几个月 我可以DCA囤积更多的以太币 那直到以太币开始暴涨的时候 然后当这个每天 以太币现货ETF 都有大量资金流入的时候 大家要开始FOMO追进去的时候 如果到时候 你才关注到以太币的市场的话 你就会错过很好的一波涨幅 下一个讯号要跟大家聊的是 俄国在昨天通过两个 对于加密货币非常非常友好的法案 那第一个法案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同意的开放 在法国境内进行比特币挖矿的事情 那在前几年我才记得 俄国把比特币挖矿给ban掉 那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 俄国又重新开放了比特币挖矿 那这个事情会从今年的11月1号开始 那这些在俄国境内挖的比特币 都需要做一些申报的手续 那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法案通过 是在俄国可以透过比特币跟加密货币 进行一些国与国之间的交易 那这些交易可能是通过银行 可能是透过交易所 那会在今年的9月1号就正式上线 所以变相来说 在俄国就是正式开启了 这个国与国之间 靠着加密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 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 也再次说明了 加密货币跟比特币的市场 是不管你今天是怎么样的政治立场 不管你今天是共产党 还是民主社会 或者是capitalism 或者是socialism 加密货币跟比特币的未来 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被阻止的 今天最后就要跟大家聊的是加州的DMV 那加州的DMV就是专门register 就是你今天要renew车子的行照牌照 都是需要去到加州的DMV 那今天要换驾照什么的 也都是DMV在处理的一些事情 那我相信如果你今天是住在加州的人 你应该会非常非常讨厌去DMV 因为DMV的效率就是极低 但是在未来这件事情可能就会遭到改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加州的DMV决定跟Avalanche 就是雪崩链进行一个合作 他们将会在未来使用雪崩链的区块链技术 去记录所有车主证的资料 跟车主证之间的交易 今天如果你要卖车 你要把车主证给别人的话 这些事情都会交由雪崩链的区块链去做 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感到兴奋 但是真正开始implement到现实社会当中 需要多久 就是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 那我身为一个住在加州的人 任何时候去DMV 基本上都是至少要排队排一个多小时 有时候三四个小时也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如果他们可以采用Avalanche 然后透过区块链的技术解决很多问题的话 让他们做事更有效率的话 我相信对于普通居民来说 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大家在这边也可以看到 区块链做的事情 其实是非常多的 这个也是最终区块链技术走向全球化 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这些新闻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欢迎帮忙点个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明天见啦 拜拜 还有点赞 订阅 EGAN COP 点赞 订阅 EGAN EGAN 游戏 EGAN EGAN